在医疗团队及慈悸志工的祝福下 73岁的多发性骨髓流患者吴宝钦 切下上针重获新生的蛋糕 医疗团队事并如亲的陪伴与鼓励 让他挺过在隔离病房进行自体干细胞移植过程中 恶心 呕吐 腹胀等副作用 我在里面虽然是住了21天 我没有 人是不舒服 但是我不是很难的 过去 还很平常的过去 其实这是我跟他的成用 多发性骨髓流是血癌的一种 化疗和病自体干细胞移植治疗 多用于65岁以下的患者 这次在台北慈激医院医疗团队的合作下 突破限制 为同时患有心脏疾病的吴宝钦进行治疗 过程中更加谨慎以降低风险 心脏方面有特别去检查过 抽血还有肺功能 这些我们都会一起去评估 那在整个过程当中 它的容易产生感染的风险 也是比别人高 因为年纪的关系 但是整体来讲 这并不是不可能 吴宝钦和家人一同出席祝福会 对医疗团队表达感恩 院方则赠送大卡片 写上满满的祝福 希望患者不再被病痛所扰 大约新闻网易文章正容 台北新电报道